原住民上山狩猎必须事前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 交代预计狩猎物种数量跟原住民族传统狩猎禁忌产生冲突 整个狩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 对此领悟局表示为了兼顾原住民族传统狩猎权利 与野生动物资源保育 目前已经和嘉义阿里山州族的部落 进行原住民部落自治管理先驱事办计划 组建潮原住民打猎前不需事先报备 只需事后备查方向努力 慢慢提高部落自主管理比重 透过这个总量一整年的总量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模式 整个授权请我们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个部落 他透过他的部落长老或是起老的一个管理 然后透过部落公约的一个自主的一个 这个处理的一个模式之下 来让他们部落里面的这些猎人 自己能够去掌握他们猎捕的一个数量 那配合呢我们事后他的一个查核跟被查的一个动作 让我们去能够检视说他们猎捕的这些动物 对于阿里山州族部落先行事办 懂得狩猎也协助相关事宜的中正大学助理教授普仲勇认为 他赞成选择一些部落先行事办 让部落在过程当中可以找回传统狩猎文化核心 因为领务局它毕竟是一个动物管理的生态管理的 族群数量管理的一个单位 是不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把那种所谓的传统的文化的核心的内涵 抓回来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这个不太容易 这个需要真的需要动员部落很多的人去讨论 它不只是族群数量的管控 我觉得核心的知识和新的文化的内涵 找回来还是真正的要去找的 领务局表示之前已经委托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和东华大学 针对嘉义州主事办狩猎管理计划 透过巡视访谈 统整出一年狩猎量 裁总量管制 并定出监测模式与标准 让原住民族传统狩猎在永续前提下朝向自主管理 计划预定执行到106年5月 而这项示范计划完成后再跟原民会合作 共同选定组织健全的部落 推动传统狩猎自主管理示范 对于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实施 我们乐观行程 但是在此同时我们也呼吁 领务局能够尽速的针对这个 原来我们现在的管理办法 可以广纳主人跟各个社团的一个意见之后 我们一起共同来推动这样的一个修法 然后让野保法的这个21条11的修正 可以顺利的通过 那整体的行程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推动过程之间 可以在明年完整全面性的一个推动 原民会期待明年度计划完成后 可以全面性推动 但领务局回应 还是要先看选定部落试办结果再决定 明年会先在全国几个自主性较高的部落 进行试办 何时可以全面实施 目前没有时间表 接着慕拉斯五六台北市资本报导 相比较正好 我怎么没有认识 我 Hope实际上 我也不懂 我们在乔雨的谷太银杆